一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耶鲁大学做过一项调查研究 他们向数百位企业家、科学家、明星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名流 发放了一张问卷 让这些成功人士分别列出影响他们成长的因素都有哪些 结果显示积极的心态被绝大多数人列为最重要的因素 占比80% 想起迪更斯说过 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过什么样的人生 今天给大家分享耶鲁大学的六个好习惯 帮你养成一个好心态 一、不要总想太多 定时清理消极思想 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这些情况 有时候往往事情还没发生 自己就忧心忡忡寝难安 遇到一点小事 就思前想后陷入纠结 无法自拔 罗曼·罗兰曾说过 人生烦恼迷惑 只因看得太近 而又想得太多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期间 一位兰特先生因为一些事情 烦恼了整整一个夏天 他担忧军中服役的儿子的安危 担忧旧房得到的赔偿金 不足以购买新房 担忧学费不足 无法供女儿继续上学 担忧创办的商业学校 招不到学员 妻子见他终日烦躁不安 便让他把这些烦恼写下来 然后忘记他们 做自己该做的事 一年多过后 兰特在整理东西时 发现了那张记录烦恼的纸条 他惊奇地发现 那些曾让他苦恼不已的事情 竟然一件都没有发生 美国国家科学院做过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 在一天中 每个人平均会有上万个意念 盘旋在脑海中 许多时刻 我们觉得活得太累 解音想的太多 陷入内耗中 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每个人都有思虑过多的时候 及时清理内心的消极思想 不要一味地给自己添堵 看开一点 少想一点 心头就宽一点 生活也就顺一点 二 学会忘记痛苦 为阳光的记忆腾出空间 豆瓣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身边那些每天快快乐乐的人 都有什么特征 底下的高材回答只有两个字 善望 人生数十载 每件事都记在心里 大脑就成了杂草丛生的花园 如果不定期清理 便会拖累身心 使人疲惫不堪 正如巴尔扎克所言 如果学不会忘记 人生便无法再继续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 在她刚刚成名之时 厄运却一再降临 先是她的母亲因病去世 没多久 丈夫又带着一名女子私奔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 阿加莎陷入绝望 一度放弃了写作 有一天 她看到远方一辆列车 轰隆隆地驶过 忽然有所恍恶 于是她登上了东方快车 出门旅行 旅途中 她忘却了全部烦恼 享受着美妙的风光 并且邂逅了新的恋人 回来后阿加莎搬进一座新寓所 重新投入创作 最终成为畅销书高达二十亿册的女作家 生死疲劳中说 世事犹如书籍 一夜翻过去 人要向前看 少翻历史旧账 不愉快的经历 就让她随风散去 斩断过去的烦恼 才能腾出手来 拥抱今天的幸福 有句俗话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有羞耻心 当然是件好事 但若只为面子 而不顾理子 却无疑是舍本逐墨的蠢事 正如乔布斯所说 顶级人才的自尊心 不需要呵护 著名导演北野武 被誉为日本电影新天皇 但她早年间的经历 却十分坎坷 在未成名前 北野武靠奖慢才为生 由于缺乏名气 她只能接到 在脱衣舞馆表演的活 对很多演员来说 在这种场合表演 非常丢人 但北野武 却很珍惜表演的机会 无论观众怎样嘲讽和鄙夷 她总是坚持讲到最后 在这样一次次的卖力表演中 北野武的节目越做越好 她的表演才华 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最终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你才说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一个不怕丢脸的人 更有勇气迎接世界的挑战 他们会把批评当成改进的机会 把嘲讽看作提升空间 放下面子勇于尝试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四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烦恼和痛苦 不要过夜 人生不易总会遭遇各种困境 若不能走出来 就会白白消耗自己 学业遇到瓶颈 沉眠在苦闷里 几个昼夜都无法排遣 工作遇到不顺 心生万千愁绪 过了许久也难以释怀 奥格曼迪诺 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中说 我们许多人一生都背负着两个包袱 一个包袱装的是昨天的烦恼 一个包袱装的是明天的忧虑 你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把它们扔进大海里 扔进垃圾桶里 没有人要求你要背负着这两个包袱 有朋友就很纳闷地问他 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 乔治笑着对朋友解释道 当你关门时 也会将过去的一切都留在后面 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当你抓着过去不放时 其实不经意间也困住了自己 人生难免要面对各种烦恼和痛苦 若一直耿耿于怀 只会让自己难受 何不把往事清零 让爱恨随风 学会轻装前行 每天睡前 收拾好一天的疲惫与不堪 卸下所有的烦恼 心无挂碍地睡下 第二天精神饱满地醒来 重新启程 五 面对别人的优秀 请发自内心地去赞美 培根曾说过的一句话 欣赏者心中有朝霞 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 漠视者冰结新城 四海枯竭 从山荒芜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 你如何看人 人就怎么看你 有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 在一个班级里 让每个人写下自己最讨厌的人的名字 同时也写下最喜欢的人的名字 统计后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 你讨厌的人通常也讨厌你 你喜欢的人往往也偷偷喜欢你 生活中就是这样 以敌意的目光看人 收获的必定也是敌意和轻视 以赞赏的眼光看人 收获的同样是善意与赞赏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 在最好的 最有爱的 最单纯的关系中 称赞也是不可少的 真正卓越的人 从不吝啬对优秀者的掌声 那些你给出的掌声 都会化为温暖和力量 照亮你前行的方向 六 做人不要一味低调 也不要一味张扬 而要始终如一 不卑不亢 人行于事 既不能一味谦卑 处处忍让 也不能一味张扬 处处显摆 杨将先生说过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 街下有人在仰望你 街上亦有人在俯视你 你抬头自卑 低头自得 没有平时 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这句话 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早些年 杨将被打为牛鬼蛇神 剃了阴阳头 但每次出门 他仍如往常般高昂着头 到了晚年 尽管明阳海内外 他却从没有什么架子 将来看望他的每一个人 都当作朋友 无论此前境遇多敌 也无论此后身份多高 杨将都抱持着一颗平常心 人生之路变幻莫测 没有永远的凡胜 也没有一直的沉沦 上坡时 不要瞧不起正在爬坡的人 利于山巅 也莫看清还在山下的人 一位禅师曾告诫弟子 总是昂着脑袋 早晚会被地上的石子绊倒 总是垂着下巴 也会因为看不清路 而走进死胡同 人生最顶级的智慧 是既不一味低调 也不一味张扬 不卑不亢 始终如一 陶行之先生说 大雨过后有两种人 一种人抬头看天 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 一种人低头看地 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成长路上总有烦恼 让我们焦头烂额 也总有难事 羁绊着我们的步伐 但没有完美的生活 只有最好的心态 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条毛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